市長 副市長 副市長 還有我們所有的市府的團隊 我想今天我有三個議題其實都是針對環境議題 最近有很多的環境爭議 但是其實這牽涉到環境正義的問題 所以在這裡跟大家做一些討論 其實兩年半之前 跟市長報告 兩年半之前 我們文府國小的好幾個老師跑來找我 跟我說 拜託我救救所有的小孩 他們那裡是人口 文入國小就在我服務處旁邊 他坐落在左營區 全台灣最大的里 有四萬人的人口的里 叫做福山里 那他那邊的小孩 每天都是呼吸著這個非常糟的空氣 希望能夠替他們辦一個公聽會 然後呢可以替他們改善這個空氣品質 這兩年半以來 其實我非常感佩我們這些老師們 包括柯衛堅老師 包括何詠德老師 其實他們其實從完全不專業的 然後一直到現在他們對於空氣品質的監測 完全非常了解 那這兩年半我們也盯著環保局 然後呢 棄而不捨的 希望能夠找出到底空氣品質的這個 這個元兇是什麼 從高雄練油廠 從大社工業區 從這個 對面的東南水泥 其實一直在找 最後甚至 還 環保局還派了監測車 甚至 從我的服務處的樓上 到文府國中的樓上 打一個紅外線FTIR的監測 希望找到到底污染在哪裡 然後最後我們最後確定污染就在我們的東南水泥 所以我們那時候非常的這個堅持要求 這個環保局能夠對東南水泥有所行動 包括不讓它燒廢輪胎 包括不讓它燒這個泥煤劑 包括不讓它燒廢這個押磨劑 這些東西就會造成一些錯位 那其實在那個兩年有兩年的時間裡面 東南水泥總共被開了二十幾張罰單 被罰了差不多四百萬元 所以環保局就讓它的停工 其實這是非常負責任的 那但是因為最近 它也有可能要復工 然後再加上我們覺得 其實在我們這個地區已經人口那麼多 是不是適合東南水泥再繼續在這邊操作 因為高雄這裡的人口 其實它可以轉型做其他的商業開發 對地方對城市對於他們自己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向 所以我們也要求環保局在希望它能夠 把水泥業的高雄有一個家園標準 讓它如果要再繼續這裡生存 要增加這個投資增加設備 讓它變成是說其實是一個誘因 讓它可以轉型 那很高興 這是12月6號 我們市政府的市政會議 終於通過了這個排放標準 它必須要送到這個環保署去核定 那我們透過這樣的方式 但是大家很希望說 這個能夠趕快開始 因為頭一年 只是讓這個污染降低 它必須要很認真的操作運轉 才能夠達到標準 不然那邊可以罰單 但是在一年內它要投資新的設備 那其實文庫國小的師生 非常的擔心 他們非常的擔心說 現在他們在申請復工 那市政府會不會草率的讓它復工 那他們也非常擔心 這家園的這個水泥業家園的標準 到底什麼時候會通過 他們希望的這個污染改善遙遙無期 所以其實12月10號那一天 我想這是台灣歷史上第一次 由國小的師生家長們 大家發動的一個遊行 為了環境品質的遊行 這其實是讓人家非常的感動 那他們的訴求包括說 希望不能草率復工 第二個那個家園標準要趕快趕快實施 那那一天我們那個地球公民基金會的執行長李根正 還有我們劉四方劉委員 還有我們幾個議員都到現場 而且都參與這個遊行 也非常感謝我們非常感謝范局長 在我的臉書留言說 文府國小師生家長展開公民行動 是最好的環境教育實踐 環保局已經有正面回應 未來一定嚴格把關 維護市民的權益 非常感謝范局長 那但是其實在跟市長報告 其實我們更期待 市府能有更積極的回應 然後能夠跟東南水泥協談 讓他轉型 不要再繼續操作 然後我們的家園標準 趕快開始來逼迫他 讓他變成是商業的開發 對地方是一件好事 那其實我今天主要想要講的 一個更重要的議題就是 我們最近市政府開闢了很多地方的發展 包括我們美術館 包括我們農十六 其實是都變成高級的住宅區 那邊很多的公園 非常感謝市長 尤其在農十六 尤其像美術公園 那麼大的一個公園 其實是讓市民可以有一個休閒運動的地方 但是大家去運動 這個是市長請看 這是我們十二月九號 在美術館的清晨所照到的照片 那大家在那邊運動 其實為什麼會霧蒙蒙 其實是PM2.5 就是所謂的細懸浮為例 那到底我們去那裡運動 是增進我們的健康 還是讓我們的健康更慘 那其實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叫PM2.5 PM2.5其實就是非常細的微粒 它的顆粒的大小到多小呢 差不多如果一根頭髮 它的直徑大概是五顆PM2.5 續懸浮為例 可以放五顆 所以你看非常的小 它其實如果說我們大的顆粒 經過我們鼻毛被擋住 經過很多的呼吸進去都被擋住 但是這些細懸浮為例 它會一直進到支氣管 它會進到肺泡 所以它其實對人民的這個健康 其實影響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環保署 對於PM2.5的標準 其實對如果說在35以上 35到54 它稱為濃度是中等的濃度 那可是中等的濃度 對我們很多敏感的族群 所謂敏感族群就老年 它有一些氣管的問題的 或者是小朋友 這些都是敏感的族群 它都建議 其實這個時候 如果在中等的黃色到橘色的這段時間 都盡量少運動 盡量少在戶外 然後去呼吸到這樣的空氣 那到54到70是屬於高的 大家看就是紅色的 從紅色的到咖啡色的這一段 是54到70 那這一段 連一般的民眾都不建議到戶外來運動 那我們其實在高雄 常常是從紅暴一直到止暴 72以上全部都是止暴 那對我們高雄的這個 尤其是在秋天跟冬天 因為東北季風到這邊 到高壓型氣候 讓這裡非常的不容易擴散 所以在這裡的空氣品質是非常非常的糟 但是我們環保署有一個所謂的 空氣污染緊急防治的一個辦法 也就是在冬天的時候 如果污染很嚴重的時候 希望能夠有一個警示 希望能夠讓產業能夠降載 讓這個污染可以降低 可是我們的這個空氣污染緊急防治裡面 要求的竟然是到了54 PM2.5的54才預警 甚至要到150才叫我們的廠商 要用這個乾淨的能源 要到250才要求廠商可以降載 所以這樣的一個緊急防治的方法 其實是對於 等於是假的 放假的在那邊 永遠不可能施行 所以其實我們這裡 其實環保局必須要跟環保署力爭 就是在緊急防治的措施裡面 要把它降下來 那我們看看 其實在我們高雄 在十一月十五號上午十點 我們前金站出現了PM2.5 133 當天的十二點在人舞站出現了146 然後呢在左營站高達149 然後十一月十九號晚上十點 在陵園工業區那裡 甚至PM2.5高達193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其實我們在高雄 這冬天的空氣品質其實是非常非常的糟 那我今天為什麼特別要講到這個 因為其實我這個是跟教育局要的資料 那教育局給我的資料 還是教育局收到各學校給他的邀請卡 最近十一月十二月是我們校慶跟運動會的季節 大概從這個教育局的所給我的資料 竟然在十一月十二月 三百五十八個學校 中小學 有一百六十三個校慶運動會 這個還是只收到邀請卡 如果真正所有的 是不只這個數字 在我的選區 左南區 總共有三十九所學校 有二十七所 是這個 在十一月十二月運動會 那在這個時候 其實跟市長報告 我們明年 每年都會辦馬拉松 但是馬拉松 是你想參加 你喜歡馬拉松才參加的 但是這個 每個學校的校慶運動會 這些小孩子 他沒辦法say no 學校要辦運動會 他就是在那個時候 其實這些小孩子 是最弱勢的空污的受害者 因為他們還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他們對於這些空氣污染 是最敏感的 所以其實 是不是 我給大家看一下 上星期六 我收到了九張的邀請卡 在我們左南區 來參加這個運動會 但是上星期六 我們的 左營的PM2.5 差不多在68 72 就是止報了 所以那一天是68 我們左營 我們左營有多少學校 在辦校慶運動會 其實對我們這些孩童 其實是 我覺得其實他們是最辛苦的 他們必須要在那邊運動 呼吸 那些空氣 其實對他們有很大很大的傷害 所以 其實我在這裡 跟市長建議 第一個 是不是 請教育局 研議把校慶運動會 改到每年的三到四月來舉辦 因為這個時候 從九月到二月的時候 其實秋冬的季節是空氣品質最糟的時候 雖然三四月容易下雨 其實七八月會很熱 但是三四月那個時候是比較涼快一點 其實是不是可以考慮運動會提到那個時候 另外 在PM2.5比較濃度比較高的季節 環保局還有市政府 是不是也跟環保署來一起來研議 是不是把我們的緊急防治空氣污染的這個辦法 做一些修正 其實在我們 局報還紅報 甚至指報的時候 我們有那個權力 要求工廠降在10%或20%或30% 這樣子才能夠有效的 把我們這個PM2.5的濃度降低 這樣子才能夠讓我們市民有比較新鮮的空氣可以呼吸 另外在空污嚴重的時候 其實除了工廠以外 我們這裡機車那麼多 在那個時候 是不是有可能 現在環保團體也在跟環保署談 是不是用空污基金來補助 讓秋冬的時候 一般的民眾 搭大眾運輸是免費的 我想其實 這樣子可以減少大家騎機車 減少大家開車 然後呢 減少整個的污染 然後讓我們市民真正能夠享受到比較好的空氣品質 是不是可以請市長針對這三個問題做一些答覆 市長請答我 謝謝主席 謝謝張議員 我想 學校的校慶當 就是面臨高雄空氣最不好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把校慶改為三至四頁 空氣比較品質比較好 這個部分我請教育局去跟各個學校來討論 我也認為沒有什麼不可以 或者說他們的校慶 有沒有規定一定在什麼時候 那這個為了學生的健康 那我請教育局在這個部分 跟各個學校的校長 他們在校長會議的時候 希望能夠提出來 那第二點就是說PM2.5濃度比較高 工廠能不能減產降載 那我請經濟發展局在這個部分 跟各個工業區這個部分 是不是 我們如果現階段我們沒有強制性 那是不是跟各個工業區 大家來進行一些討論 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我們認為這是好事 我們歡迎 那另外整個空屋基金 來讓市民免費搭乘大眾運輸工期 這個部分都一直都有在討論 但是怎麼樣子的落實 才是真正的有效 那如果說我們歡迎 用空屋基金搭乘大眾運輸 但是有些人還是覺得我騎摩托車 比較方便 那這樣的話也都是很可惜 所以這個部分現在整個 我們交通環保相關的基礎 包括中央他們也有在這個部分 做一些討論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們願意再跟大家很深入 怎麼去落實 怎麼樣子 真的是當空屋非常嚴重 尤其是台中 以南 現階段在冬天的部分 我們的空氣品質都是不好 所以這個部分 有沒有可能用什麼樣的方式 真正來落實 減少我們所有的市民 避免說他們繼續在空汙品質 空氣品質不好 又繼續搭乘大量 我們高雄最近要200萬的摩托車 但怎麼樣改變市民 就讓大家說 如果政府這樣做 中央跟地方合作 市民願不願意在這個部分 大家來配合 如果願意 我認為這是一件很好的方式 那我們願意在這個部分 繼續跟中央討論 好 謝謝 謝謝市長正面的回應 我想其實用空汙基金去補助 讓我們在空氣污染嚴重的時候 大家免費做大眾運輸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合理 也合乎環境正義的 好 時間先暫停一下 現在有潔定生態文化協會 理事長張和泰 本師位 麗玲本會 旁丁喜旁丁 我們熱烈歡迎一下 好 開始 謝謝 謝謝副議長 其實今天 有包括我們潔定生態協會 也有包括我們 地球公民基金會 包括祖父聯盟 包括鳥會 還有方野協會 他們有很多人來 就是希望 等一下我最後一個議題 要跟市長探討 這個決定失利的保育的問題 再來 其實最近 因為有很多縣市 他自己沒有焚化爐 然後必須要其他縣市代燒 然後呢 各個地方 其實垃圾量 發生了這個幾乎 這個垃圾大戰一觸即發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環保署長 這個李應元理署長 就提出來一個政策叫做 推動全台的隨帶徵收 但是一提出來的話 六都裡面有四都 馬上說 稽查人力不足 不宜貿然實施 那其實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垃圾袋 如果需要錢的時候 像我們這裡 城鄉差距那麼大 那是不是這些 有一些垃圾 他會亂丟到一些鄉間去 那環保局會發生很多 這個力不從心的地方 但是其實這個問題 就是要讓他減量 其實沒有達到核心的問題 現在一個最大的核心的問題就是 現在能夠減量減最多的 其實是廚餘 但是我們廚餘 是沒有地方處理的 我們廚餘是沒有地方處理的 如果沒有地方處理 你就是環保局不敢硬推 環保局是不敢硬推的 硬推下去他收了那麼多廚餘 最後他還是要回去 垃圾分化爐燒 這樣子讓市民知道 一定會被罵死 我們來看這個高雄市的 這個廚餘的整個的垃圾量 我這個資料是從環保局來的 去年 去年我們高雄市的加護垃圾 一整年是五十九萬噸 那他做過垃圾採樣分析 在這個垃圾裡面有百分之二十六點一 百分之二十六點二是處理 如果以這樣的比例來算的話 去年的這個垃圾量一整年 大概處理量會變成八萬八千公噸 那八萬八千公噸 其實如果說我們 其實市上環保局去除以回收的量 大概只有兩萬四千四百多噸 所以中間有一個很大的差距 如果說我們把高雄市的加護垃圾 加護垃圾五十九萬噸每年 把它處理三百六十五 就是每天一千六百二十一噸 那 處理量八萬八千七百四十五噸 如果說把它處理三百六十五 就是每天有兩百四十三噸 那我們把這個所有 這個回收的處理兩萬四千四百零八噸 把它處理三百六十五天 所以市上環保局回收的每天只有六十七噸 那 這中間每天有一百八十噸 這一百八十噸去哪裡 這一百八十噸 其實是進到縫化爐裡面去燒 那廚餘其實它含有的水量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高 其實丟到縫化爐裡面 其實是增加縫化爐很大的負荷 它必須要用很大的能量 才能夠把它燃燒完全 所以對縫化爐的操作 其實是負面的 那這些東西如果 可以把它拿出來的時候 我們的縫化爐的容量 可以多出一百八十噸 每天多出一百八十噸 那其實這個多出來的容量 其實我們很多的 包括這個一般的事業廢棄物 或者是很多地方 我們出找不到 或者是其他縣市要給我們燒 其實都有很大很大的空間 甚至我們議長一直在希望我們三民區的中期廠可以關掉 但是以現在的垃圾量來看幾乎是不可能關掉了 除非我們可以把那個廚餘做一些回收 那除以一百八十噸 每天要把它回收 其實要有地方去 不然的話 它還是回去去燃燒 那上星期 上星期四 十二月十五號 市長林業委去參加 這個我們鳳山西的污水處理廠 那個再生水工廠 那再生水工廠是一個非常非常棒 台灣第一座把污水處理之後把它三級處理 然後還可以讓工業用水用 那那個污水處理廠過去 因為其實過去的這個設計其實是不是非常好 過去的建造不是非常好 那所以它問題很多 那尤其是它有三個燃燃消化槽 這個三個燃燃消化槽 因為它是overdesign 所以它沒有出問題 但是三個都操作上都很有問題 這一次這再生水的這個工廠的廠商 它出面把其中一個修復 做為整個污水處理廠使用 只要一個就夠了 所以那個三個燃燃發酵的這個消化槽 還有兩個是空在那裡的 那其實如果說可以 我們透過這個回收的這個廚餘 再利用那兩個空的消化槽把它整修之後 可以做燃燃發酵 然後呢讓廚餘變成了這個澡氣 澡氣來發電 然後發電其實是可以增加我們的這個 綠能的用電 升值能用電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我們現在 剛剛大家看這個 在我們這個廚餘裡面 除了養豬的廚餘 賣可以賣錢 但是升的廚餘 要給人家處理是要八九百塊錢 那現在我們這個 這個廠商 他做再生水工廠 他還有一個可以有一個附屬事業 其實我們可以來跟這個廠商協談 是不是有可能請他利用這兩個 閒在那裡的這個消化槽 然後呢我們市政府去收運所有的廚餘交給他 然後他去處理 那現在在外面的處理會是八九百塊一頓 我們可以跟他談到 甚至六百塊我相信都沒有問題 其實對我們高雄來講 我們廚餘有地方去 我們垃圾量減量 而且我們也省比以前的處理會省 可是對他們來講 也增加了一個附屬事業 其實這樣的一個狀況 其實對兩個都是互蒙其力 更重要的是 其實全台灣都在努力的在做這個生殖能 像台北市人口是兩百七十萬 他現在在福德坑 要設計一個兩百噸的這個廚餘的處理場 現在正在環評 預計是一百零六年底發包 但是環評不曉得什麼時候會通過 所以其實這個可能還 還要一段時間 像台中市 有兩百七十五萬人口 在演以前的外埔的堆飛廠 他現在要重新做 也是要用一個 驗氧發酵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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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櫥處理場 他保證量 一天提供了一百噸給廠商 那現在在公告期間 是在明年的七月要動工 但是我們人口兩百七十七萬噸 其實我們的處理量 其實跟這兩個城市是差不多的 那我們到底處理場要在哪裡 我們會提供什麼時候可以動工 其實如果照我剛剛講的 鳳商溪的這個處理的這個方式 跟廠商來協談 其實我們有機會是變成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 能夠 有一個生職能 把廚餘做生職能的處理 不知道 這樣子 是不是 我是不是可以請 是要副市長還是市長答覆 是把它列為說 來作為評估 許副市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張議員 張議員這一個建議非常的好 那當然我想推動垃圾減量 某種程度還是可以跟這個部分是並行的 那處理廚餘的部分 包含這個鳳山污水處理廠 我想我會找這個水利局跟環保局共同來研議 是不是有 坦白講那一個 那兩個潮的狀況我不是那麼清楚 但是我會找這個水利局跟環保局共同來研議 是不是有進一步來處理的 好謝謝 好謝謝副市長 再來 其實我跟主席還有各位市長副市長還有各位師傅團隊 現在我們這個 這上面 有我們的地球公民基金會 有我們祖父聯盟 有我們荒野協會 有我們鳥會 有我們這個決定生態文化協會 其實他們對於這個決定師地 將會有一條14號道路穿過 其實大家非常的憂心 今年的這個9月13號14號在台北文創大樓 舉辦一個國際的市立大會 大概有差不多500人參加 在這個市立大會最後有一個宣言 其中宣言有三條是跟我們協定師弟是有相關的 其實都是針對協定師弟的 第一條就是 認同師弟是國土保護安全網的重要環節 積極推動師弟保育法維持師弟 零禁損失跟零退化 第二條是優先保留重要師弟的生態完整性 避免棲地破碎化跟零碎化 相關的重大建設要建立中央跟地方的政策的評估平台 然後第十條 任何在師弟進行的公共建設要遵循拉姆薩公約 只要有物種有超過1% 侵襲在這個師弟 該建設就要迴避衝擊生態系統或師弟的破碎化 跟市長副市長跟所有事務團隊報告 我們確定師弟的黑面皮露大概每年來了 差不多是佔我們全世界的黑面皮露的5%到6%左右 其實早就超過1%了 我們在國際的黑面皮露的後援聯盟的主席 Derek Schuber 今年有特別寫一封信給林全林院長 希望林全林院長能夠將我們的決定師弟 把它重新指定為國家級的重要師弟 其實這一段時間 因為營建署正在評定所有師弟的整個等級 那分為國際國家還有地方的 我們現在是屬於地方型的 希望它的等級其實夠格變成國家型的 甚至希望它能夠變成國際型的師弟 為什麼是這樣子呢 他認為說其實這樣的一個師弟 其實它有很大很大的好處 它其實裡面提到很多 最近已經有很多人 開始在那一邊做包括說民宿 做其他的有關生態旅遊的可能性的 在那邊已經開始慢慢出現 所以其實我們是不是這個師弟 是需要開這條路 其實是有很多很多的爭議的 那我們很多的團體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憂心 那因為這條路開下去之後 柏佑說決定師弟的一支四號道路 柏佑馬步來了 黑面皮路就完蛋了 我想包括我剛剛提的這一些的團體 都非常的憂心 因為一支四號大路 它會穿過我們決定師弟的這個 黑面皮路的棋地 尤其是其中有一塊是非常接近他們的夜棋地 他們晚上在那邊睡覺的 我想其實如果說棋地被破壞了 被零碎化了 我們黑面皮路就不來了 那上個月 11月22號 有一場我們小英總統參加的 改變世界年輕人的力量這個論壇 我們小英總統跟世界知名的生態專家 曾古德博士 有一個非常深刻的一個對談 在這個對談裡面 我們小英總統有特別提到 過去六十年 我們強調工業生產 工業化 快速的工業化 大規模的生產 造成我們很多在生態保育上的缺憾 所以小英總統特別提到 我們正在建構三樣東西 第一個 中央山脈的保育廊道 第二個 西南沿海的濕地生態 第三個 各地河川山脈及海岸的保育計畫 來未來透過全國國土計畫的制定 來對國家國土的空間的保育跟富裕 做全盤的檢視 其實總統已經在這裡 勾勒出我們整個生態保育的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方向 其中第二條 西南沿海的濕地生態 其實我們的潔定濕地 就是一個非常 在西南沿海的濕地生態裡面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濕地 那在這個論壇的時候 我們在潔定有很多年輕人 他們成立一個叫做護潔青 保護潔定的青年的聯盟 那護潔青的這些年輕人 市長你看 他跟著 跟我們這個珍古德博士照了這張相 珍古德博士 也反對 一至四號道路開發 拿著這個保護黑皮反對開路的這個牌子 我們就是期望 這個很多國際的保育的專家 都覺得說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開這條馬路 為什麼要把這樣生態從中間解掉呢 其實在台灣我們黑面皮露 經過台灣的這個黑面皮露 佔全世界的黑面皮露 有到達六成 有百分之六十 有百分之六十是在經過我們台灣 那這些他們非常喜歡台灣 那他們最愛的黑面皮露最愛的還是台灣 那這個黑面皮露必須要讓它穩定成長到 這很多黑皮的專家說 全球的黑皮要到達七千隻 才能夠脫離險境 現在全球的黑面皮露是三千三百五十六隻 那台灣來台灣的有去年有這個二零六零隻 佔了百分之六十一點三 所以其實我們還必須要努力 所以專家就呼籲必須要擴大這個濕地的餐廳 也就是讓這些鳥類可以吃東西的這個餐廳 應該要擴大 大家都希望這個濕地能夠擴大 那但是 其實 今年營建署公佈了這個 這個重要的濕地的保育行動計畫 總共在四十四個案子 全國有四十四個案子 我們高雄有四個 拿上四個特優三個優等 是全國師弟的這個評鑑第一名 全國只有六個特優 高雄就佔了四個 包括周宰師弟 特優的一個師弟 我們好不容易把它營造出 這麼好的一個師弟 但是 我們竟然 我們現在要從中間 把它開一條路 把它剖下去 這開下去 黑麵皮露就不來了 所以 其實 我們很多的環保團體呼籲 希望能夠正視這個 確定師弟的開發案 不要在國際的 國際級的師弟 蓋道路 摧毀國際 冰為物種 黑麵皮露的渡東漆地 其實這個 如果硬要開這條馬路的話 其實會造成國際的事件 那我們高雄 其實 這幾年 其實高雄的這個 黑麵皮露是減少的 其實高雄的黑麵皮露是減少的 前一年 是 208隻 去年 剩下 100 剩下186隻 其實是減少 減少了22% 減少的原因 其實 我們 確定生態文化協會的 鄭和泰 鄭理事長 他有指出 確定師弟 其實 之前 在楊秋新縣長的時代 已經開了一條1-1號道路 從中間把它攔腰開過 開路的時候 車來車往 就把野鳥嚇壞了 活動的範圍也被壓縮了 沒有安全管 沒有安全感 所以 開路之後 一年最多是2萬隻 開路之前 一年最多是2萬隻 開了之後 只剩下1萬隻 如果1隻4號道路再開 大概就只剩下1萬隻 剩下5千隻鳥了 那 其實 師弟 跟市長報告 師弟不一定 跟經濟發展一定是相衝突的 在全世界很多的例子 其實師弟 有他的經濟的價值 像我這裡列的這個表 是荷蘭的 Wedden Sea的這個一個師弟 他有一萬公頃 一百萬公頃在這裡 有很多人去計算出他的 包括他的水產資源的價值 包括他的娛樂價值 生態觀光的娛樂價值 包括他作為食物的價值 算起來 每公頃是 有新台幣7萬6800元的 這樣的一個經濟的價值 總共有100萬公頃 你想想看 這個經濟價值其實是很高的 那像我們隔壁的 台南市的四草無私地 光四草無私地 他的主法 每年的營收毛利 就有2億了 我們開一條馬路 讓很多人很快的通過這裡 沒有留過這裡 沒有把任何的 這個錢留在這裡 他把污染留在這裡 把垃圾留在這裡 把空氣污染留在這裡 他就這樣走了 是不是有可能 其實也透過生態觀光 這樣子 留在這裡 你還可以有民宿 可以讓他這邊 這邊的飲食 這邊的很多 souvenir 紀念品 這些都可以帶給地方 很多的經濟價值 再把它串連永安 很多地方的這個生態的觀光 其實可以帶來很多很多的 這個經濟價值的 其實黑皮是可以寫一本 黑皮經濟學的 在我們這黑面皮路 在這邊的季節的時候 為什麼 在決定的私地 大家非常喜歡來這裡 因為 他離高鐵站最近 他離台南的高鐵站 非常非常近 他離高速公路非常非常近 而且 你在那裡看鳥的時候 你跟鳥的距離 是非常非常地親近的 你可以看得非常非常地清楚 所以在這裡 其實有很多人 很多生態攝影家 來這邊攝影 有很多人來這邊賞鳥 其實在這個季節的時候 其實非常非常美麗的 其實市長現在正是這個季節 一直到明年二三月 其實都還是這個季節 是不是市長我們找個時間 修會的時候 我們找個時間到決定去看看 我們請那邊的這個生態團體 替市長做導覽 其實可以看看 我們來的黑面皮路 其實是非常非常美 非常非常地精彩 其實很多的計劃 現在雖然他環評過了 但是他還沒有開始建 很多的計劃 我舉幾個例子 其實像Stugger 德國的司徒家 他為了要建 把他的火車站地下化 規劃了十年 但是他地下化 他會砍掉三百棵樹 其實經過市民的抗議 其實在那個過程當中 經過抗議之後 在民眾的壓力 他還是重新設計 不這樣做 不把他地下化 不做這樣的設計 做其他的設計 即使是已經佈局了十年 超過十年的計劃 還是可以重新設計 這個是國外的 國外的這個例子 我們高雄同樣有一個例子 我們杜發局李德 李局長你最清楚了 我們當時高雄火車站 當初設計出來的時候 全高雄華蘭 我們有一個這個 古蹟的這個高雄舊的火車站 要移到那一邊 結果旁邊四個高樓大廈 放在那裡 其實那個整個的設計 所有人都沒辦法接受 所以引起所有高雄 高雄人大家的反對 所以很多人出面抗議 然後呢 但是這個很重要的一個地標 這個地標 這個火車站 將來也會關係到這個城市的整個發展的脈動 這個改造是所有公眾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市府非常好 呼應人民的需求 所以用一個專業的團隊 然後透過一些論壇 甚至透過一個專業的團隊 來跟所有的厲害關係人 這個厲害關係人 包括地方的商圈 包括各種團體 包括每一個地方附近的居民 做很多的協商協談 在這個過程當中 甚至像很多商圈 他們都要求說 這個火車站的入口 出入口要設在我的商圈前面 那麼多商圈 每一個人都要在他前面 怎麼有可能 可是透過這個專業團隊 大家的協談 之後把它整合到高雄火車站的設計 他的動線一定會經過那個商圈 其實那個商圈就滿足了 其實就是透過一個專業團隊 然後把所有厲害關係人 納進來 大家一起來協商協談 其實可以找到最大的公約數 現在我們高雄火車站的設計出來了 結果大家喊 大家叫好啊 幾乎所有人 大家都稱讚 我們市政府真的很棒 能夠廣納所有人的意見 能夠把所有的這個厲害關係人的 所有的他們的想法 全部納進去裡面的設計 出來一個大家稱讚的一個設計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模式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把確定師弟做這樣的一個歸零思考 其實確定師弟我們現在用1.5億 1億5千萬開這條馬路 其實沒有帶來任何的這個經濟的利益 只是快了90秒 但是所有人經過這裡很快的經過 他留下空氣污染留下垃圾就走了 沒有帶來任何的經濟價值在這裡 那我們是不是可能可以創造新的一個價值 然後呢市政府承諾這1.5億 是投資不會減少只會增加 然後呢由市府來辦公民的論壇 公民的參與是由下來而上的 找專業的團隊 讓我們決定的鄉親 包括跟研究 跟專業的團體 共同來探討 我們的預算應該在支出在什麼地方 才可以促進決定永續多元的產業發展 才能夠讓我們決定的鄉親 真正可以享受到這些的投資 帶來的經濟效益 我們在地可以透過各種的 包括生態觀光的包括各種的經濟發展 才能夠賺到錢 而不是只是一條馬路 讓所有的過客將經過帶來汙染 是不是能夠請市長或者副市長來回答 來看看我們是不是有可能這樣的規定思考 尤其是如果說營建署 把它變成國家型的私地 在那裡就不能開馬路 其實剛好是一個機會 可以讓我們大家來歸零思考 是不是請副市長答覆一下 副市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張議員 我想其實剛剛其實也有提到 市政府並不是反對這個私地 或者是反對生態化 剛好相反 全高雄其實在縣市合併之後 我們已經創造了一千公頃的私地 在大概有二十一處的私地公園 這個在全台灣各縣市 真的都是第一的數字 那第二個我們在這邊 其實之前市長也公開的保證承諾 在這個內政部營建署評定為這個 做了這個私地評定之前 這一條道路不會動工 這些都是 謝謝市長 那第一 剛剛回應這個張議員所講的 這樣的一個平台 那市政府願意來努力 同時我其實真的必須要強調 確定的居民的確有這樣的一個需求 那當初市府在規劃做這樣的一個行動之前 其實對生態環保已經做了很大的一個補償的措施 事實上在一至四號左側是原來的私地 在右側的八十幾公頃 它其實一年十二個月裡面有九個月是沒有水的 坦白講那嚴格來講並不算是一個私地 後來市政府其實是先把這一個部分 做了一個私地的公園 那我其實必須要講的是說 不要把任何 我自己認為 不要把任何的價值給絕對化 你今天如果生態保的價值絕對化了之後 到最後 我在想 我們應該要講的是說 你怎麼樣社區化 在地化 去做一個溝通 副市長 其實你那條馬路是會穿過野區地的 其實鳥不會隨著你的這樣的設計 它會就像白海豚不會轉彎一樣 但是我必須要告訴你 其實如果經過這樣的平台 其實確定需要路 我們也非常尊重 可以有其他的設計的方式 不一定一定要這樣 非常的粗暴的一條馬路穿過 事實上我跟張議員報告 我們的想法其實相距沒有那麼遠 我現在要講的 並不是說那一條路 是不是會因為這個私地公園的興建 然後因為那一條路 而去影響到 或者是改變黑面皮路的這樣的一個生態 我要講的是說 如果生態環保的這樣的一個意識跟概念 沒有辦法去做到在地化 社區化的時候 其實反而到最後 你即使好 我們今天硬生生的 用國家的力量 把這一條路給取消掉 是不是對 反過頭來 是不是對生態保育的工作是好的 恐怕這個是大家要去深思的 那我想我還是回過頭來 就是說市府這一邊 我想我們會找民政局找區公所 整合性的來進行這樣的一個 一個 對 好 謝謝張總統議員 請休息十分鐘